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7月18日,山东泰山食硬广州城,星期日晚上,中超赛场第六轮继续进行,其中一场焦点战中,山东泰山将同广州城展开对决。 双方过去十次交锋,山东泰山赢足七场保持不败,名副其实是广州城的黑星。 而且前者联赛至今攻防表现区阶,山东泰山今次胜券在压。 山东泰山新赛季目标剑指冠军,前五轮比赛结束。 他们拿到三胜两和的战绩,在中超名列前谋。 优赛奇引入孙俊浩等人效果明显,加上一众核心球员发挥稳定,令球队成为增冠热门之一。 山东泰山过去,同广州城有过多次人员的交流,双方每次交锋都熟行熟路,而结果多数在山东泰山全面压制广州城。 尤其是前者的边路优势,配合中前场费兰尼,同国田羽的空中优势,广州城面对山东泰山只能叫苦连天。 虽然身材高大的费兰尼出身后腰,但他被改造成中锋后威力无比,今个赛季六轮比赛,他已经交出三个入球的成绩单。 另外国田羽今季亦已经攻入两个联赛入球,山东泰山的轰炸机组合令人生胃。 今铺面对过去多次被几队教训的广州城,山东泰山有望迎来伏赛后首胜。 在阵容方面,中场古德斯等人军未归队所以无法出场。 广州城过去之所以屡次被山东泰山克制,除了后者凶杂能力出色外,广州城防空能力不足,亦在主要原因之一。 陈超、古希美马基斯等人都是边路好手,一旦攻入对方覆地后,身后空挡就容易被对手捉住机会打反击。 广州城后腰覆盖能力不够,而且亦没有绝对的高度,和山东泰山的轰炸机组合抗衡。 其实广州城实力不差,尤其是巴西外援古希美马基斯加盟后,进攻明显提升一个当次,而利安高等人亦有不错的破门能力,今次依然能对山东泰山有所威胁。 考虑到山东泰山今季防守端亦较为稳健,前五轮联赛三场凌峰,广州城想要改变命运,攻陷山东泰山并不容易。 在阵容方面,中场史文迅为国出征未能及时回归。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,和赞我们的page,我们在安播足球快讯,多谢你的赞和支持。